香港回归到现在23年了 一直由于反对派 用种种阻挠的办法 包括拉布等等 使得有些类似的法律 在香港都不能通过 当年写下记23条 就由于当时香港的一些法律 一些当警法都没能完全满足 国家安全方面的需要 所以就有这么一条 国家23年一直不能立法 看样子短期内也不能完成立法的工作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元大要堵塞漏洞 这个完全是合理合情合法的 同时元大也绝对有这方面的权利